请问一想 评书开讲 我说各位列位在今位 有一位算一位 您上耳头 今天说点什么呢 话说这山东老酒馆可是不简单 就说这酒 有扳刀井闷道理 跑舌头吹破天 这可都是烈性酒 喝下去一口之后 您立马知道 自己个儿的五脏六腑 长在什么地方 这酒千万别喝多了 喝多了之后您猜怎么着 三九天 您敢光榜地站在大街上 骂天骂地骂自己 见着树你就想拔 见着南枪你都敢撞 撞了之后头破血流 都不太眨眼的 那位说了 这酒太烈我喝不了啊 喝不了没关系啊 人家这儿有柔的呀 柔的就有什么呀 二闺女枕头亲老婆腰粉的路 这小酒 您闷下去一口 您就觉得 那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能烙大万许 不过这酒我劝您 也千万别喝多了 喝多了之后 我怕您变性啊 好 喝完了这酒 咱们得说说山东老酒馆的菜 山东老酒馆的菜 没有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但是我可以这么跟您说 在这儿吃上您 对您是过口不忘 就说这凉菜都有什么呀 油炸花生米 猪头肉拍黄瓜酱牛肉 拌萝卜皮 蒜泥堵条 轻拌海浙丝 热菜也是不得了啊 凤尾鱼脆炸的卷煎饼 您咬一口嘎嘣酥脆呀 还有这个松果肉片 溜白菜棒 方子肉塔白菜片 茄子条 呛海螺片 最主要的就是那小白菜存丸子 要说人家的丸子可不一样 那是有红丸子 白丸子 南尖丸子 四喜丸子 隔日丸子 豆腐丸子 那位说了丸子我不喜欢吃 没关系 给您来上一个 大鸽炖鸡豆豬肉 我饭的鸽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